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这里是爱心麦克 我是老编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众所周知 麦克上的游戏很爽 从中间我想玩一下扫雷 所以我就试了一把在麦克上安装Windows95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系统 记得那一年还有一部神剧 回到正题 我们开始准备安装Windows95 安装前我们需要准备一个Windows95的安装光盘镜像 和特定版本的UTM 这两个文件都可以在公众号中获取 这次我们还是使用免费的UTM进行安装 点加号先借一个虚拟机 然后点模拟 再选其他 点击浏览 选择Windows95的光盘镜像 打开后再点下一步 这里没什么好修改的下一步 然后是选择架构 我们这里选择i386 系统我们选择7.0的那一个 内震大小设置32兆 CPU核心数1 硬盘大小4GB 文件共享也没有什么好设置的 因为不支持 修改一下虚拟机的名字 叫Win95 保存后我们右键这个虚拟机 做进一步的修改 点编辑 先看一下系统 确认架构是i386的 如屏所示即可 在Cam里面 我们勾掉前两项 只要保留 PS2 强制使用PS2控制器即可 接着往下滚动 直到最后 这里我们添加上屏幕上的命令 -bootmenu等于on 然后在输入里 我们关闭USB接口 因为它会影响鼠标控制 接下来我们在显示里选择显卡 只要选择第一项就可以了 勾掉自动调整 然后我们设置网卡 选择网络 选择N1-2K下滑线RSA 接着是在声音里面选择声卡 我们选择第一项 就是这个SB16 接着看一下第一个ID设备 也就是光驱 然后看一下第二个设备 也就是硬盘 接着我们调整一下 这两个设备之间的顺序 把第一个设备 调到第二个设备后面 像这样子操作 这样就OK了 现在第一个是硬盘 第二个是光驱 点一下保存是设置生效 点击运行开始 安装 鼠标点一下黑色窗口 然后选第二项 从光盘启动 再选第二项 打开光驱支持 可以看到光驱驱动 被加载进来了 第一个光驱均完成 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28年前的操作系统 在这个KIM模拟器中 竟然跑了起来 虽然速度不是很快 感觉和当年的奔登处理器 速度也差不多 然后输入F disk进行磁盘分区 选择Y回车 然后选择E回车 然后再回车 接着是Y再回车 按Escape退出 再按住 Ctrl Option 释放出鼠标 往左边移动鼠标箭头 看到出来了 然后我们关闭这个窗口 点好的 再次点击运行 如果开机时你没按Escape 会进入没有系统的状态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再按一下Ctrl Option 把鼠标释放出来 重启一下这个虚拟器 即关闭这个窗口 重新启动它 点击窗口按Escape键 跳出启动参谈后 我们选择第二项 然后再选择第二项 最后还是选择第二项 打开光去支持 稍等片刻 等待驱动加载完成 这个录屏速度是实时的 没有进行任何加速 光拍的加载过程是比较慢的 基本上要等上 12345678910 11121344454647181920 秒左右 输入第一 回车 输入DR-W-P 可以查看一下底盘的内容 这个模拟光区还是非常到位的 模拟的非常像 速度很慢 终于显示出来了 然后进入Win95的目录 输入Format 空格C 回车 这样我们就把C盘格式化 这里输入Y 回车 这个安装的Windows95 是OS R2版本 支持FET32 在当时来说 还是非常先进的 可以支持大于2GB的磁盘分区 最大支持到2TB 当时的主流硬盘也就是500兆 对于500兆来说 2GB已经是非常巨大的了 如果你安装的是更早的Windows95版本 记得选择2GB以下的分区 输入卷标明天的时候 敲回车 接着我们输入Setup 进行Windows95的安装 安装前它会自动进行磁盘空间的检测 因为那个时代都是使用传统的机械硬盘 而不是现在的SSD 硬盘的稳定性没有现在这么高 所以进行磁盘系统的检测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对于现在的SSD来说 这一点没什么意义 现在终于跳出安装界面来了 按Ctrl Option 把鼠标切入进来 这里和常规的Windows安装没什么区别 跳过制作启动 signal 这里点完成 然后点确定 这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再次确认密码 等待最后的配置完成 关闭这个窗口 跳过打印机安装 启动进入windows95 输入密码登录系统 看到windows的欢迎对话框 说明windows系统已经安装完成 接下来我们实行一些驱动的配置 先调整一下显示分辨率 把它调整成为1024x768 好像没起作用 看来下面的屏幕区域要进行调整 这回好像起作用了 屏幕分辨率变了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网卡 右键网上邻居选择属性 删除掉多余的网络协议 然后添加微软的TCPIP协议 设置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它会从光盆中自动安装 所需要的文件 完成后重启一下系统 重启系统我们接着设置网卡 右键我的电脑选择属性 然后找到设备管理 选择里面的网卡 打开网络设备器 修改网卡的中段属性 把它改成9 原来是3 就是这个值改成9 重启一下系统 重启一下系统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 网卡获取不了网址 可以看到没有获取IP地址 这里提供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先禁用网卡 然后再启用它 然后我们再打开看一下 获取了IP地址没有 可以看到IP地址已正确获取 然后打开浏览器 输入一个网址 等待一会儿 像是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快乐的扫雷时光 好了以上就是用UTM安装 Windows 95的全部过程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